你头都没有梳啊 今天 我不梳了 哦 那你那你钢琴课是几点啊 啊 钢琴课是十点 钢琴课要上一个小时吗 啊 那我们先去上语文课对吧 对不对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鸭头哥 今天呢我到我们这个隔壁村啊 过来吃冬了 因为每到冬月的时候 我们这边 洞族这边有个吃冬节啊 到了这一天 他们这边村里面的人都会叫上 自己的亲戚朋友 然后到家里面来聚餐 而且呢 到了这一天 他们每家每户呢 都会干鱼塘 然后呢 把池塘里面的那些大鱼啊 捞出来 拿来招待客人 你看后面这些 这些的话 前几天全部干了 然后我 过来看一下吧 过来看一下 那边那边我看到有个叔叔 那边干鱼塘 我去过去看一下 他们今年的鱼大不大啊 这个的话看样子前两天已经 鱼已经抓完了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对不对 这个也是前两天应该干过了 鱼都没有了 还是要当这些 明天不懂 在大根治 或许多 哪里搞了 哪里有 哪里有 哪里混啊 尤其他 哪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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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晚了,我们来晚了,这个叔叔他们,这个池塘都已经干完了,鱼都已经抓上来,抓了大概有二三十斤啊,有没有二三十斤? 对,二三十斤,他因为他,他拿的都是蜜鱼,然后草鱼没有拿,里面还有很多草鱼,看一下。 哎呀,来晚了,太可惜了,本来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边那种抓鱼的那种热闹的场面啊,特别他们抓上来那种七八斤,五六斤的那种十多斤的那种大鱼抓起来,那一瞬间那种感觉,可惜他们这边呢,全部都已经抓完了,前两天天气比较暖嘛,然后他们基本上全部都干完了,还是来晚了一步。 看一下里面怎么馅了,芝麻,芝麻黄豆啊,芝麻那个外面。 吃饭了,准备吃饭了,准备吃饭了。 菜品很丰盛。 看一下我们冬家的腌鱼肉。 这还有这火锅。 快快快,你快点。 下面好大的那个草鱼,你看一下里面。 你抓的吗? 没有,我抓了。 我看他们抓了。 巴香话得呀? 嗯。 他们家的鱼。 有一条翻了。 哇,那么大。 我们做的腌生鱼就是拿这种大鱼。 你看一下那条的话,至少有八斤,十斤的话有。 我们做的那种腌生鱼就是拿这种大鱼。 这个水太脏了,你看它也放在这里。 草鱼要那个水很轻的。 你摸下来的头。 我们做腌生鱼就是这种长长的哟。 这是什么鱼啊? 扁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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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鱼? 这个还不算大,有的还要大。 它又圆,又大,又长。 有的还要大。 是。 少年们两下的我嘞。 平时我们腌了的,就把它内脏都挖下来的。 对,那种就是拿来腌的。 对,就感觉好像没这么圆。 现在看就感觉,哎呀,好厚啊。 但是它那个,它好大一只。 你奶奶家里面腌的可能就是那种最大的那种。 嗯。 是。 是吧? 对。 妈妈才来问的啊。 难怪它,难怪它们腌的那个都是这么大一个缸。 回去了。 走。 rule。 我来的话,又吹�了。 我来的。 带来 approximate。 记录像是吧? 三、三、六。 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